BNO的話就要找專業人士付簽 有幫手付簽的區議員說 這幾天已經收到60宗 你問我當然是馬來西亞 但我要拿我的護照給兒子 這樣就英國了 現在最便宜了 好了 大家搞清楚 暫時現在不知是怎樣 記住 如果是平權 所謂平權很大機會 它就會給你97年前 包括你的老朋友大小 大媽同小 1997年前出生 你有沒有拿過的 他都會有機會給你拿 當然 現在還未是 不要打電話 WhatsApp問我 如果是不平權給你的 當作捷徑 你拿這本書 不代表你可以去英國 如果是平權給你的 所謂平權 你現在沒有拿 甚至乎之前沒有拿過 你也有機會 你有這本書 就算不平權 就算是旅客身份 你有錢 你會派甚麼 我要這樣說 不要想你叫我遲住 我不想你誤到 你拿了我 就等於拿英國護照 拿了就算 現在英國 在那邊可以運工做 就算是BNO 可以讀書 可以的 本來也可以 過了五年之後 你就有加講 其實 現在的形勢 英國 我看那邊的新聞 每一個黨派 包括英國的人 他們都覺得 是有道義責任 因為這樣被人搞犯 你是不是要廢老 是不是要多謝年輕人 其實也是去年那些片段 令他們覺得這次是這麼嚴重 這也是有大國風範 老實說 我先不要說 我們會有多少人過去 你是不是要給一個地方 我們自己再次更新 我認為過去 最好是分散 適應自己的興趣性格住 不同的地方 融入別人的社會 和好像四凱哥說的 要組黨 你要融入 因為別人可以組黨 你就不要再思思縮縮 不去投入別人的生活 直接是 投入別人的生活 發聲的 不是為族群發聲 是為社區 我會投入別人的生活 但我不會組黨 我都入到原本的黨 都可以 因為你組了一條 是唐人街 或者是華人的黨 不是 所以我說組黨 不是為種族 是為社區 一定是為你自己的社區 就是不要為自己 劃一條線 對 一定是融入生活的 好了 那拿BNO 怎樣呢 我們現在 我們經常是大BNO 因為太多人問我們 我想 你們如果還繼續想畫 我未必是大BNO 你先記住他的電話 84811079 84811079 你去request他那裡 可能我會找個同事 可能每天做十多個 我都可以 我們會盡量去幫大家 當然 我們要做服務條件 你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也會跟他說 那BNO熱潮是會繼續 方輕微艾 你問我自己 我就很真心的 你給我拿到個護照也好 我真的年紀大 我都喜歡亞洲地方 我就是馬來西亞 樓都買完了 那你叫我怎樣 但是 你說 現在馬來西亞不會有護照 起碼不容易有護照 英國 我們本身真的是英國 從小到大看 屍樓婆的照片 對吧 我都認為大家快點拿 拿回去 然後很多網友 現在你去DHL 為什麼要記DHL呢 以前不用 你可以記Speed Post 什麼都可以 但是現在 香港油證還沒有開空油 你叫平油 記幾個月都未必能記到去 那邊 於是只能記DHL 記DHL一份件 多少錢 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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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去排隊 排隊幾個小時 於是 坊間 就有些人 其實那個坊間只有一個人 坊間 就有些人 其實那個坊間只有一個人 坊間 就有些人 其實那個坊間只有一個人 就offer了一些discount出來 就給你們七五折 OK 那你去光顧他 我都不介意 什麼是我的朋友 什麼是我的朋友 但是 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們要記BNO 又或者如果 你們 平時公司 或者私人有些東西要記 要記DHL 就應該 就光顧我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樣會 offer到七五折給你們 但是我不用你們開戶口 OK 或者都要開戶口 不要這樣說 應該是怎樣 不用你們給Deposit 你們開戶口 要給幾匹東西 或者十萬元 應該是怎樣 不用你們給Deposit 你們開戶口 要給幾匹東西 或者十萬元 應該是怎樣 不用你們給Deposit 你們開戶口 要給幾匹東西 或者十萬元 應該是怎樣 你們開不到 但是我可以開戶口 上星期我已經 給了一個 barcode 錯了 實在太太 我賓州了 我們再拿一次 barcode 這個barcode 大家現在最好 就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 即使用不使用 即使用 我們不會縮走 馬上拍一張照片 先拍一張照片 拍一張照片之後 你根據barcode 有限 你就去到他那條連結 就是一張 form 給你填 填完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email 給你們 去確認你的帳戶口 譬如你的帳戶口是 林康正 Hockmail.com 給你一個密碼 你就可以用那個帳戶 用那個密碼 登入DHL 登入DHL 去記帳戶 就有七五折 就不用 四百八 三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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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寄其他東西 行不行 甚麼都行 而且你不用去排隊 總之 第一不用排隊 第二 他上門收件 即是他上門去收 第二 他的郵費本身 100元 即我寄電話 甚麼都好 七五折 即是75元 省回四分一的郵費 對 阿底 最重要的是 填那份帳戶的時候 記住 你要填 啤梨哥介紹 先會有這個75折 他才會開個帳戶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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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掃了這個帳戶 填 阿鴨哥說DHL 香港大中華已經給順豐買了 是嗎 好像是 但還是要用他 你現在沒有東西用 你既然要寄東西 就選一個便宜的方法 以及不用去排隊 兼顧我還有少許錢賺 我們那台有幾十元賺 好吧 你又便宜了 我又有少許賺 你又不用去排隊 我覺得最棒 至於 好